嘟哒嘟哒 现在几点 又到了听露西讲故事的时间了 今天的故事叫做 买时间啦 买时间啦 凯莉 跨了一家 哎呀孩子呀 看着看着漫画又睡着了 哎 露西快起来 都下午了 一到了房间 就光看电视剧跟漫画 像这样浪费时间 要到什么时候啊 妈妈 现在不是放假吗 放假的时候 最适合浪费时间了 哎 哎呀真是的 这孩子像谁呀 不管你了 哎 嗯明明还可以再睡一会儿的 被吵醒了嘛 好吧 现在我就来计划一下 要怎么消耗时间了吧 好 今天要做的是 什么都不做 哈哈 结束 哦 你是谁 我是时间精灵 我生活的世界 有好多人 要购买时间的人呢 因为大家都觉得 时间不够用 所以啊 我就寻找 像你这样 喜欢浪费时间的小朋友 然后从他那里 买点时间 这就是我的工作 哦好棒呀 既然现在只能浪费时间 卖掉的也不错 不过我要是把时间卖给你 你拿来买什么呢 玩具 卖完输 钱 你要什么 我就有什么 你说的是真的吗 那太好了吧 好 那你就有玩具 把我的碗尖 全部填满吧 不过 一点可不够 可需要 呃 卖三年吧 三年 我现在是十一岁 那就是十四岁 到时候个子也会长得好高 哦好呀好呀好呀 好 完成交易 那我走了 再见 玩具真的很多耶 哎呀 这些都是什么呀 故事 你已经是中学生了 还在这玩玩具 刚才手还没捂着呢 好吧 啦啦啦啦 伙伴们 看我 是不是长得很高呀 呃 你是陆西姐姐 姐姐你好 嗯 姐姐 啊 现在我的年纪 跟他们不一样啦 哈哈 那又怎么样 我们一起玩秋千吧 不过 对陆西姐姐来说 这个秋千 是不是太小了一点啊 难道是因为 一下子鸽子长得太高了 那我来帮你们当吧 呜 好呀好呀 咻咻咻 回来了 哎呀 胳膊好疼呀 哎 到底佩奇玩了多长时间啊 啊 我的玩具呢 妈妈 哎呀 刚才我就是说你现在是中学生啦 不让你玩玩具的时候 你不说知道了吗 我把他们都给亲戚家的小孩子了 啊 全都没有了吗 那可是我有三年时间换来的呀 我还没玩够呢 嗯 正好把你学习弄弄弄吧 妈妈 妈妈 哎呀 太过分了吧 看来中学生还是有点尴尬 又不是小孩 也不是大人 干脆把我直接变成 可以做主的大人吧 时间精灵 干嘛 你又要卖时间给我啦 当然了 十年 不如 我要买三十年三十年 三十年 你不会后悔吗 那你想要什么呢 嗯 既然是三十年 那就 把我家变成超级豪华的二层小楼吧 好的 这个不难 那我就把你时间买走了 哇 我的家变得这么宽敞了 不过我现在已经是大人了 之后再也没有人拉到我了 嗯 好 现在我就来好好的浪篇小时间吧 哦 喂 什么 我欠了三十年的税 嗯 这个怎么办 啊 我知道了 知道了 你真的对不起 真实的时间精灵是怎么回事啊 嗯 怎么又来电话了 喂 你知道你现在几点了吗 还不来上班 我不是说了今天有重要的会议要开吗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这就去公司 对不起 对不起 哎呀 看来我是一个上班族 怎么办 要吃到了啊 熊熊熊熊熊 干了一天的火 浑身好累啊 看来大人是真的累啊 又要上班 又要交税 还有这么大的房子要打扫 好想回到11岁 时间精灵 我想要回到11岁 把时间还给我吧 想把已经卖掉的时间再换过来 这可难办啊 但是倒是有一个办法 不过做不做都那么回事 是什么 什么我都愿意做 我看看 把你给我的时间买回去的话 大概要80年 嗯 等等 也就是说 我要买回 时间 要80年 那不就是93岁了 所以不是说 做不做都那么回事了嘛 所以浪费时间可不好哦 想把浪费的时间找上来 反而会花上更多的时间 现在你知道了吧 那我走咯 啊等等等等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就这么一时生活下去吗 不行 快把时间还给我吧 嗯 最后 入期的绝集是什么呢 朋友们一定不要浪费 生命里的每一天哦 那么再见啦